花林县政府配合中央政策 依据都市计划定期通盘检讨实施办法 办理了都市计划公共设施用地的专案通盘检讨 而为了发挥整体全面检讨公共设施用地的效益 驴潭风景特定区也在110年的清查 花林县辖区内19处都市计划范围内的公共设施用地 以生活圈观点重新逐一检讨公共设施的需求情形 省市驴潭风景特定区的公共设施是否完善 而且符合都市发展的趋势 驴潭风景特定区计划在65年6月发布实施 第一次通盘检讨在92年3月发布实施 第二次通盘检讨在104年的11月发布实施 第二次通盘检讨后到现在没有个案变更 而花林县政府已经编列相关经备 将在110年调查驴潭风景特定区内 半围的公共设施用地 将以生活圈观点重新逐一检讨公共设施的需求情形 这个驴玉潭风景特定区 明年即将在办理第四次的通盘检讨 我想在驴玉潭检讨之前 我们会到驴玉潭风景特定区 来做一些无间的意见的交流 之后再纳清通盘这个通盘检讨里面 再跟我们的这个驴玉潭特定区的这个 相亲大家共同来讨论 而当地村长张清飞也表示 非常乐见花林县政府能够给予编列相关的经费 进行通盘检讨 也希望借由这一次的机会 能够将檀西商圈进行保护区的解编 让业者能够翻新老旧建筑 我所知道明年花林县政府的建设计划科 有这个计划要做一个通盘检讨 让驴玉潭多年来的这个保护区 能够来跟县府来一起来做检讨 来讨论怎么样来变更为这个住宅区 还是商业区怎么样来讨论 是明年他们会做这个规划 我们也希望说县府赶快来做一个决定 一个处理 让驴玉潭的业者居民可以安定 安心的住在这边 然后同时也希望说县政府这边 能够做污水处理 如果一併来做处理的话 也让驴玉潭的水质污水能够改善 可以改善这个水质 居住在当地是50年的居民也表示 在保护区内住的房子相当老旧 想要翻新也都会遇到法规问题 也希望透过通盘检讨 能够让居民有机会 通过相关法规的限制 才不会让游客来到观光景点 看到老旧仿舍的领地 记者林杰双方相采访报道 类众伙优优独播道